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说女子不如男 我在这里不敢唱 为什么有张宝浩老师 待会他给大家唱 这首曲子是当时刚刚长江玉大师试试了几天后 我办了这场音乐会 那么当时也是无独有是为了纪念长大师而演奏的这首作品 这首作品非常奇怪 当时我一听 听雪人流 本来纪谱是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说他听他们的调 后来我试了所有调 要用小F调 才能跟他们的乐队相配 因为他们乐队已经是配合好的 调都不能改的 我说这个预句太奇怪了 他纪谱不能用我们这种平常的听觉来纪谱的 那么我写完绿花一样我总结了一些很多的 不敢说总结 学了很多预计的 预计呢 可能大家比我还了解 比我还 因为你们就在山东这个地方 预计呢 原来叫河南班子 也有河北班子 预计呢 他起源于 按照书上说是清朝的乾隆 康熙乾隆年间 那么说起来也有几百年历史 历史悠久 预计呢 他大体上分为 预计调和预计调 预计呢 指的是河南的山丘 就是张军的麻将 我在这里帮忙弄苦了啊 张军 包括拍风这一代 是吧张军 预计呢 指的是河南洛阳这一代 在这个曲子里面呢 我就用了一个预计调和预计调两个素材 可能大家听了以后觉得 这好像是一句又不是一句 好 去 待会呢 我给大家哼几句旋律 大家就知道 在影子部分呢 一出来 大家能听出来 这是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啊 这个声音在里面 当大一当 来 那么我们有句 刘大哥讲话 林排天 这预计调啊 预计调啊 预计调呢 用在哪个地方呢 影子 完了以后 剑奏 这段其实我用的这个预计调叫做 预计二八板 二八板在预计里面非常常见 那么它是怎么唱的 原始调 是一个唢呐吹的啊 我听了好多遍 我中间就用了它两到三个音的原始 然后呢 我重新组合啊 组合成了我现在的中板 我把速度放慢 然后把它最主要的音 啊 多 那两音扣出来 它原来 多多缩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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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 原则上 预计的风格和葫芦丝的好多风格 它矛盾的 预计是很硬很强的 刚性很强的 而葫芦丝 像水一般的音色 这个时候怎么把它融合呢 我们只能找它最共同的一些音乐元素来组合旋力 如果我们 如果我的剑就是 本来应该是 我没用 我没用 如果我这样一写的话 别人 李正华抄袭 这本来就一句的 他怎么写 他作曲 这个是 我只能风回路段 睡一句 但是呢 越让他听着 有新鲜感 我就把音乐 突然提高散门 这个时候就吻合了 葫芦丝的柔美 以我和我这个曲子的七美 这个中心思想 那么 说到这里呢 我说一下这些曲子的创作的历程 从2006年6月6号一直到2010年 我历时了6年 我完成了这些作品 那么其中呢 像影子第一句 十三年前就写好了 写好了 我就一直找不到感觉 找不到感觉 就耳心目染 耳心目染 我慢慢地找到了一些 非常非常地 这个和葫芦丝能结合的上观点 啊 那么 所以就为了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坐在我工作室 完成了 有好一个写作 写完以后 我花了三个月来练习 呃 那么我自己 我认为这个曲子的难度呢 是有一定的难度 特别是联音部分 联音部分 那么这个曲子呢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时候啊 梨花雨 我念上一段歌词 然后大家就知道 这个曲子的中心思想 这个歌词呢 是我们非常敬爱的 曹彭剧老师给我填的词 曹彭剧老师大家都知道吧 班纳之夜 知道这个曲子吗 知道 哎 梦回景佛山 还有很多谷提圣员等等 曹彭剧老师说 我们写得非常多 非常说得好 不知道他还能写词 他是词作家 哎 我们听一听 这个词一听 大家就知道 这个曲子写的是什么内容吧 啊 梨花雨 飘飘洒洒 飘洒洒 梨花飞舞 羞羞答答 羞羞答答 花开花落 好一幅清美的画子 梨花飘向梦天下 飞舞的情书有谁能读懂它 芳花瞬间如梦一场 茫园春色恋着绿儿花 梨花已下 抱春来 暗香连着梦中圆 只能在梦里见到它 花开花落 一幅清美的画 花开花落 一幅清美的画 冬去春来 看人事苦短 转眼间 两鬓又添白发 红颜知己 已相消欲 人生如今生无缘长相守 来世也要比翼双飞 成一家 成一家 我们把这个掌声送给苏峰吉老师 他闲的嘛 那么既然慈田去了 那就有声乐版了 这个音响资料给大家听一听啊 这个唱的这个人是当年帮我唱花满楼 那位老师给唱 唱得非常好 好的 那么这个曲子呢 我们具体讲一下啊 它是统音作锐 统音作锐在葫芦斯里面呢 有点牵强 为什么呢 特别在这个曲子里面多用的很多 多细了 那么 其实它是在统音作锐的时候的发音 那么就首先要求乐器音准 发音一定要准 发音要准 第二首啊 第一位D就是这个 那么统音作锐呢 为什么要统音作锐 好多人可以用统音作锐来基谱啊 那么在这里 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用 翻译证 翻译为统音作锐的乐谱 就像我们学英语一样 我们学English 不能翻译成English 那么在这里呢 一是调性的要求 在预计里面 通常情况是 以锐音和缩音来作主音 来作主音 那么刚好 降壁调的葫芦斯的音色 和预计的这种唱腔音色 非常的吻合 当降壁调统音作锐的时候 它的调就变成了多等一件 我翻译了大量的预计乐谱 有四分之三的记谱 都是降壁调来记谱的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巧合 打巧合 刚好是降壁调 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是以锐和缩为主的 所以咱们在唱乐谱的时候呢 耳朵一定要好了 本来像影子 来锁锡 拉锁发锁 好 这里有声发 声发就是同音作锁时候的锡 很巧 如果同音作锐 我们要吹发 这个发音还真不准 我们要所有音孔按好 打开第二音孔 但这个音一般不准的 刚好在预计里面的记谱 声发用的非常之多 发音很少 这个时候又解决了一个调性和音准的问题 用了声发 保持了预计的风格 并且呢 又回避了呼鲁丝音准的问题 把这个声发同音作锁时候的锡 用得非常好 那么这也是一个巧合 一个巧合 所以这个曲子呢 我写完 这个声发如果有声发 一个是不得 一句一个风格不对 另外一个是弗鲁丝不准 那么 呃 这个曲子我认为 我认为 如果说是大家真有心要好好练一下 真要花一帮功夫 花一帮功夫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快版的时候呢 我用了大量的闪版 什么叫闪版呢 这个很好大家的节奏 啊 他第一拍不出声音 后半拍咱说 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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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eze 大家要需要花一些功夫 需要花一些功夫 那么 我讲到这边呢 我 现在特别 我也找到感觉了 特别想听一听原汁原味的预句 现在我们展身有请占宝和老师 跟我们来一段音乐 我们我想听一听 谁说女子不如男 最经验的插头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里邀请在 今天李春华老师 谈到了林华颖的创作 应该说这个作品 我是看见这个作品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终究在2011年的上半年 作品非常成功的霸佑了 这个作品我拿回来以后 让我们的玉剧演奏家 和我们的玉剧的作曲 放在他们听 有的人直下不听 你说这像玉剧 但不是玉剧 但它应该是古武斯读作曲 真是玉剧 这个作品就完了 所以我们这个 商人修与剧院 一陶二他三团的作曲 我邀请他们 庄人请他们听了一话语 非常震惊 我作为一个河南人 况且父母都是演员 我是一般世家 唱了那么多年的戏 哎呦 这古武斯的玉剧元素的作品 让云南人就拿香 河南人非常爱 但是呢 呃这个作品呢 应该说呢 我也非常高兴 因为在2004年 在那里面有没有房 也就是我们玉剧表演艺术家 程山玉大师施事后的三天 李中华老师在天津 呃在商修 呃 举办了他从事入宿职业以来的第一场战的个人独独一国会 碰到这个时候呢 有时我演出嘛 所以我给中华建议 我中华我建议 为了给我们河南的观众 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你忘了说你忘了推别他的曲子 你用葫芦斯演艺术玉剧 因为这个很为难 因为什么呢 毕竟春华老师生在泥南 长在泥南 因为在葫芦斯 这个这个成长发源的热度上 还一直是这么一个一个走过来 但是我做了一帮院队 春华老师在演出的时候 就是看着我做 一把一把我在那里 当中华老师谈到的想法 但是都 这就是玉剧的想法 所以 因为这个一路苏黄流行的 当然玉剧在这里也不深处 所以就把他当中华老师都已经讲到了 在那个独独的邀会上 春华老师就用小牌照的公司演绎了 帮拿 玉剧帮拿 谁说你一次 是不如谈的经典唱歌 也是咱们梅花以前的 啊 就这个会儿 来 掌声 好 好 当然是清唱啊 比如乐队 啊 那你不要吓笑啊 这个会儿 你不要吓笑啊 那我爱他 我爱她 你不要吓笑啊 我爱她 你不相信啊,青蛙神上的长, 他们的邪和王,还有一颗蓝, 前程王贤可都都是他们俩。 有些多英雄,你别把我闹钱, 为我傻地,这赖赖赴赴赴, 这彼此爱,他一片重如儿男。 再来一张要不要? 再来一张。 哇,太棒,太棒。 知道梨花也怎么来了吧? 有那么好的字眼,我每天都能,都可以听到。 所以一个曲子,一个作品出来,它不是偶然的, 得酝酿。 我这个作品真酝酿了六年了, 但一直不敢写。 因为我作为一个云南人去河南, 我一直要抱着学习的态度, 好多就怕掌握不好, 写不好,还被别人批评。 所以,张局唱的真好。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张局。 张宝尔老师, 现在也是我们中国葫芦斯博物学会的常务律师, 然后也是河南省竹地葫芦斯学会的常务副会长, 负责主持葫芦斯这块工作。 那么他的演奏,包括他的制作, 都是非常资深的,非常棒的。 他演奏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移蒙春来到陕北琴, 就是非常经典的。 所以我也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那这样, 如果说是我们听了原则原味的预计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听一听梨花语的声乐吧。 歌词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念了, 我们用音响给大家翻译。 我们今天深度认识一下这个梨花语。 当时我和曹蓬基老师试唱的时候, 曹老师一边唱一边哭。 他是用他的经历来写的, 我们听一下。 字幕录音词 歌曲 比较少,比较少,比较少。 大家可以录音的啊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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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回家 你回家 你要是我的 死在你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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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语书 让谁当都不懂算 看我爱爱情 如如今夜山 买卖船船 依着鱼儿花 我爱爱情 如今夜山 好爱爱爱情 如今夜山 我爱爱情 如今夜山 我爱情 如今夜山 我爱情 如今夜山 会哄响哟哆啾达儿 丽花飞舞 修修拔哒 修羞哒哒 修拔哒 好一幅七美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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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晚来 太阳是不过 从未见见的爱 中天发开 好一幅七美 我很想 release 好一幅七美的画 清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这个作品确实倾入了我很多很多的心血 我经常跟好多朋友我的学生我都开玩笑说 我说这个作品我真掉了很多头发 大家要看一看照片 看看我2004年2005年发表专辑那个照片 头发还很多现在就少很多了 两兵一般白我来了特地把它剃掉 真的白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一个好作品 不敢说好作品 一个作品确实倾入很多很多心血的 但是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同仁 各位老师 你们都可以大胆拿起笔来写一些自己的感受 把自己的感受变成音符 有自己的作品 也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有自己的作品 我们虽然不是专业的作曲家 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最真挚的感情来写自己的作品 好的 那么黎华语这个曲子呢 我给大家吹两句 吹两句 吹两句 有不到位的地方 还请大家给我指出来 因为这两天确实体力有点不支 我把影子先吹一下 我把影子先吹一下 我马医生传produken 我 з场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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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